你知道男人苦了累了崩溃了 会找谁倾诉吗 找父母倾诉 父母听了会自责自己老两口 没办法替他分担 只会跟着一起担心 找朋友倾诉 朋友只会递给他一支烟 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 兄弟大家都一样 找老婆倾诉呢 他想但他不敢 因为他知道 老婆不会有耐心 听他倾诉内心的苦闷和压力 即使是听完了 也不会理解他 只会一顿狂风暴雨似的埋怨和职责 事后呢还要补上一刀 谁让你这么没本事 直接把男人的心扎得血淋淋的 所以你看 他能找谁倾诉呢 又能依靠谁呢 没有人可以说 也没有人可以依靠 只能累了靠椅子 困了靠床 冷了靠衣 无住了靠墙 饿了靠辛苦冲击 病了靠自己免疫 只要还活着 男人所有的苦都得往自己肚子里去咽 然后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继续生活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男人到了中年以后 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他们时常会觉得孤独 因为每天一睁开眼 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他这一生的角色有很多 是父亲 是儿子 是丈夫 却唯独不是他自己 可似乎所有人都忘了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有血 有肉 有泪 会苦 会累 会疲惫 他是全家人避风的港湾 却无一人替他分担苦难 朱年男人 忍让了太多 付出了太多 妥协了太多 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回报和结果 甚至连最基本的理解和关心都没有 除了自己 无人可疑 不敢说幸福 只剩下孤独 优优独播剧场